5月20号,武汉市275所中学的7.28万名初三毕业年级学生返回阔别三个多月的校园,正式复学复课。 上课是自己一个人在家,其实有一点点孤单,然后到学校来的话,这个地方有一种很浓厚的学习氛围,它会促进你在这个学校上有更大的动力,然后你也会更加自主地学习。 毕竟我们同学之前都是有很浓厚的感情的,这经历了四个月的时间,所以来到这里,我就非常感动,也非常开心能够再次遇见他们。 这次疫情让我更加感受到了生命的重要,所以我会更加珍惜我身边的每一个人。 记者当天在武汉市解放中学看到,该校规定学生错峰进入校园后,按照指定单行线路行进,洗手消毒后再依次进入班级。 此外,学校采取小班教学模式,将原班级拆分为AB两个班,上课单人单桌,间隔就坐,教师通过现代化教学手段开展同步教学。 在今年复学之前,我们学校将我们复学的各项准备工作以每篇的形式已经推送给了家长,并且我相信这个每篇的这样的一个回顾已经足以让我们的家长放心。 那么在这里面,在请家长放心的同时,我更希望我们的家长能够更进一步的,密切的配合学校,配合学校,做好孩子的一日防控工作。 因为孩子的安全,孩子的成长,离不开学校,更离不开我们家庭的,我们家长的这样一个悉心的呵护。 武汉市解放中学教务处副主任,初三三班班主任继承,当天一早来到校园,走进教室,他在黑板上写下欢迎回来,冲刺中考八个大字。 继承告诉记者,从线上走到线下,再次看到这些孩子们觉得格外亲切。 可以说从四月中旬,我们就一直在学校里面,为他们的回家回来,再做准备。 今天终于回来,就是我们内心里面,作为老师,线下的,有温度的,有情感的,面对面的这个教学,我想的话,对他们后期的中考冲刺是有帮助的。 继承表示,从座位摆放到设备调试,每一名老师都期待在备考关键时刻,陪学生共同冲刺最后两个月。 第一,我觉得啊,在网课,没有抹面的情况下,这个学生在学习上存在的一些不足,我们肯定想办法要弥补。 第二,我们所有的老师会做班,这个做班不是所做,我们就平时工作做班,我们一共有45个,90945个老师,全部分到AB班。 所以,每个教室,每个时间段,都有老师陪伴着他们,来共同管理,陪伴着他们,来参加最后的两个月的中考。 根据安排,武汉市2020年中考时间为7月20号至21号。